好了,我們回到這裏就是一個ALS的Speaking Examination的題目 大概的部分會是怎樣 第一部分就是問一些短的問題 關於你的興趣,又或者你日常的東西 第二部分會是什麼呢? 就是給你一條題目 類似是這樣,叫你Describe一樣東西 然後裏面就有些Prompte的東西,不同的Prompte 第三部分就是所謂的Discution Questions 或Discution Topics 其實就會問你一些長小小的東西 關於上面的Part 2 我們先看頭的部分 他在這裏也想說 他當然要說一件事 The Examiner asked the candidates about himself or herself, his or her home, work or studies, and other familiar topics 那當時我考的就問我什麼呢? 他就問我,以後想做什麼工作啊? 之後你覺得 在你的地方裏面做了一個Police的話 就是做了一個Policewoman的話 會不會是一件很難的事呢? 就是類似是這樣 And then Part 2 其實跟Part 1可以沒關係的 是一個獨立的題目來的 就像這個位置那樣 Describe an open air or street market which you enjoy visiting 那裏面有Prompte,剛才說了 And then做Part 3 通常Part 3的那些跟Part 2是有些關係的 但是你會看到是長很多的 For example Do people in your country enjoy going to open air markets that sell things like food or clothes or old objects And which type of market is more popular and why? 就是這些需要你呢 他喜歡有一點做一些judgment的 又或者是做一些comparison的 通常就會是這些這樣的題目 那好了,我先回到上面 Part 1通常問你多少題目呢?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通常4至5題左右 每一題大概答10多秒左右 至於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呢 他就會給你1分鐘的準備時間 給你準備好這題目 然後你說的話 就大概分半至2分鐘左右 就好像這裡 旁邊也說了 至於下面這裡呢 就會問一些題目 大概會問5至7題左右 最多不會多過8題的 那就會大概每一題呢 就答2至30秒左右 通常30秒左右 因為你也知道 那些題目會比較複雜一點 對不對? 比如說最後一個題目 Do you think young people feel the same about shopping at market as other people? Why is that? 那這個你真的要 compare 所以你會感覺到其實整個流程呢 是很快的 一對一的 大概是做十幾分鐘左右 這樣就完結了整個過程 那個IELTS 那當然 如果我們再看一個描述的時候 他究竟如何grade一些人呢? 是不是真的要Era 3呢? 那還是 我們要講會不會slip up time 譬如我剛才也有一點點 因為我講得太快 我也會 我中文也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是不是真的很致命呢? 其實也不是的 但是這些可以之後詳細再討論 那